那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蛮有意思的是 因为它跟地方有关系 所以地理 地方跟地方之间的关系 也是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慢慢冒出来的 例如说像我在书里面 写到了去淡水 到清水祖师庙 那清水祖师庙当时对我来说 是一个在那种乡土 然后民族主义的气氛底下 很迷人的地方 可是它就同时引动我 回头去想说 为什么在我少年的时候 我很少跟庙发生关系 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 可是在那里看到别人怎么样进到庙里面 怎么样拜拜 一方面引动了我某一种乡土补客 另外一方面就随着这个地名 随着地方 我坐在那里 然后开始回想 就想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叫清水的地方 那是台中的清水 回想到我的一个高中的司党 他是台中清水人 回想到当时因为那样的一个友谊 我们跟台中的清水发生特殊的关系 然后为了要去台中清水 在竹南转转车中间发生过 跟一个面探老板的对话 那个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 而且是很片段的事情 照理讲真的就遗忘了 可是从清水主寺庙 联想联络到台中清水 竹南这一段浮上来了 接下来又从台中的清水 又再往回头塑 又回塑到台北的清水 台北的清水是更少人知道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是土城乡的一个小村镇 那那个土城乡的小村镇 其实就在土城看守所的旁边 所以我再往回塑 想起了我的仪仗 当时他是个职业军人 他在土城看守所 事实上他就是负责看守 土城看守所的 但那毕竟是一个监牢 所以大家不喜欢讲土城看守所 所以他们讲都讲清水清水 那我经常去找我的阿姨 到阿姨家里面 我印象当中就是去清水 就是类似这样一种东西是 本来看起来在记忆里面 它片片段段没有脏法 可是随着地理 随着地名 他也都联系起来 那这个联系起来 就把这个 我生命当中的这样的几个片段 也让他 该怎么说呢 到了这个年纪 也就更清楚了解 所有的这些片段 在某个意义上面 都一方面决定了 后来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外一方面也回头去记录整理了 到底台湾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时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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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对 我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